道家的一个方法 它其实是一种中药 因为中药它来自于道家的一个系统 这个叫做 单规补血汤 介绍给大家 为什么介绍给大家 它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也就是说把这个单规补血汤 作为自己的一种养生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 它这个煮方其实非常简单 黄芪 花生 丹龟 大枣 就四种这个中药 然后可以把它单独用来煮汤 也可以也可以加入一些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汤 如果是吃荤的人 他可以加入一些骨头汤 如果是有的人他喜欢吃素的话 他就可以在自己熬汤的时候 就把这个材料加进去 这个喝起来那个味道挺好的 不会有那种很难喝的 平时就给喝 再适当的加一点红糖的话 早晚喝一点 喝一小碗 那是很舒服的 这个方式对补充我们的脾胃的虚弱 或者说气血亏虚的这一类人 包括失眠 心脏有时候亲密不清 跳得很快或者什么 这一类的 有的是在西医化验 学校板下降 有出血趋向的这一类的人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养生的 但是养生不是要天天吃 不是要天天喝 可以一个月之中 可以用几天把它作为一种辅佐 是可以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对那种防癌抗癌 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如果有的人 他已经有这种癌症的这种倾向了 或者疾病已经是争断了 这个就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防起来 它是一种对抗这个体肉 严育低沉 如果摸它的这个脉搏的话 几乎摸不到 很细微 这一类的人就很适合 而且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氨基酸等等 很多的现代科学可以看到的 从道义中义的角度 它是补气固表 沥水消肿 而且可以排毒 力量的 抗衰老 花生 那大家都知道 花生的云药是非常好的 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是不是不是什么问题的 在那个价格上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 对营养 营养不良 脾胃不好都可以 然后里面这味药很重要 就是它当归 其实好多广东 广东很多人 他们弄汤的话 做汤的话 他们都喜欢加一点当归 要三药之类的 这个当归配在里面 它对补血的这个作用很大 而人体的血被补充之后的话 它自动运转 这样就容易疏通经络 这个是作为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记住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来做一个养生的方式 红枣那就更不用说了 它是胃肝性温 归我们的脾胃精的 补气 养生 也可以安生 有这个安生的作用 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不错的养生的一个方法